直接上療療 一到早陳柯誠照常看診 但後來臨時休診 由住院醫師帶診 不但如此 傳出他在未來兩週 也都請假 一試是想要站離暴風圈 不過陳柯誠早在前一天 就大動作反擊 除了PO文出示對話文字黨 陳柯誠接受媒媒體訪問 強調夫妻吵架 都是對方先動手 還曾經咬傷他的大腿 更提到蔡嘉芬 今年情練有氧全擊 出手特別快 我就是上鍋 大概一到兩堂吧 因為後來沒上 因為打拳擊 我的指關節會痛 我的手指頭是不能去受影響 陳柯誠強調自己才是受害人 但回顧兩人混變風暴 九年前結婚 去年七月離婚之後 不到五個月就復合 日前被週刊爆出外遇婚變 27號蔡嘉芬臉書PO文控訴家暴 28號出面受訪 隨後陳柯誠在臉書上反擊 複雜的婚姻外人全看在眼裡 夫妻吵鬧的這件事情 其實在台大其實已經不是新聞啦 對 其實大家市長都曾經試著排解跟處理過 看似人是勝利組民意家庭卻互控家暴 家醜全班上檯面 戲出台大名門的醫生 越上社會新聞版面 台大名譽也嚴重受到波及 記者夏君成何惟倫 台北採訪報導